警察都來了 多名警察鶴槍實彈下車進入民宅 引發路人關注 拍下影片上傳臉書社團 刑事局接獲線報 前往黑幫經營的博弈網站機房 查扣電腦 筆電 手機以及現金等物證 全案依違反詐欺 賭博 及組織犯罪防治條例等罪嫌 移送地檢署偵辦 整局破獲黑幫經營博弈機房 以及斬斷黑幫的非法經流 是本局偵查第四大隊 第三隊 日前獲報 有關誠信犯嫌等人 涉嫌經營博弈網站 所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等 香港單位共組專案小組 並報警新北體驗署檢察官 指揮偵犯 以及收集該不法犯罪組織 日前見實際診所 在新北市吉安托等地 總計查獲陳嫌等8人 並查獲相關的 章證物 電腦 主機 以及查扣 現場查獲 證報槍一支 以及查扣 章證物 現金有21萬 並查扣 涉案車輛 保時捷修理車一部 那全案 經先訊後 依詐欺賭博 及組織犯罪等 移送新北地檢署 後續正查 警方表示 線上賭博 亦衍生債務糾紛 與街頭暴力討債等社會問題 並且讓幫派有資金為淫 造成社會民眾不安 因此將會持續斬斷 黑幫賴以為生的不法犯罪 徹底瓦解幫派組織 記者綜合報導